大家好,各位早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HoutinLive的直播节目 第一件事就是公布今晚最先进来的几位听众 第一位就是零秒留言,我看着他那个留言彈出来的 第一位就是Hero Shout,第二位是谢露美,第三位是Ricky Lee,第四位是9KK和第五位的Jam Choo 恭喜各位,祝福各位来这星期 但愿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应就是常与刚才那几位听众常在 那叛徒呢,他就耿颈鹿,他说走开一阵就变了第六名 那刚才呢,就是我出那个post的时候,我就好像按了第二些时间 我不知道按了多少点,但是总之都是跟平时一样 欢迎这么多位,刚才在那个chat room那里,就说Hannah Montana 她就问,谁唱歌有追名琴琴的感觉 那刚才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让我按一下,那手就是海豚刑警的best friend 那他们就快就会出这首歌的MV 我看,因为他现在出了一些trailer 就是有少少给你看两个东西,他的MV的内容好像很好笑 好像是找五月做市长那样,类似 那就是,anyway,到时我们就看看怎样,我就十分期待 OK,欢迎这么多位,我就见在留言区那里 就有邪路美,Pass Crystal,冬仔,Kim Chan,Vin Sun Chan, 阿英姐,还有Coach 因为刚才我打错时间,稍早就有灭绝师太,他就说 他说,他说改了时间,他先去睡一会儿 他先去睡一会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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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好意思,我想他是miss了,他走了去睡觉 被我误导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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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命运,也是神的带领,是吧 事不宜迟,首先呢,我也想说一下我的近况 但是呢,也先说了个全能神鬼谷 因为很多听众想听鬼谷,所以走进来 是吧,好,那这个在,这个在哪里呢 辽宁省,这个是辽宁省的 那么呢,有个男人,他71岁,他姓田 他呢,就是一间三字教会的传道人 那么呢,在1998年春天的时候呢 就有人跟他传那个东方闪电的福音 那么当时呢,他就愿意接受哦 哦,那么厉害,就是他们向个三字教会的传道人 就是传福音,然后那个人肯信哦 那就是他说那个人肯信 但是呢,谁知道呢,就有其他人就搞妖他 就是可能劝他不好啊,那些这样 那就是他就弹弓手,退回头 那么呢,就并且呢,就开始呢 就在那里,就是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就是去抵挡全能神 那样呢,那样呢,就除了呢 就是,就是说坏东西之外呢 这个人呢,他还四处呢 就去封锁一些教会 并且呢,就是揚言呢 就是说要告一些传福音的人 那么呢,就有一次呢,这个人呢 他在路上呢,就遇见几个 就是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东方闪电福音那些人 那些人呢,那些人呢 那这个人呢,他就眼 就是目露空光啊 那呢,并且呢,就是窮空极恶 那样呢,就捉住那些的弟兄姊妹 他说呢,就是要捉他们去派出所 就是读灰啊,这个人 就是那些报警人来的 这个人呢,并且呢 就是拿呢,就是拿过一个 打器桶 这个不知道什么是打器桶 这个 就是那些那些 artist 山车、泵器、汽车等,不知了,总之他找些东西去拨打那些全福音的人 去到2000年1月的时候,过了差不多两年 过了两年之后,他那个老婆糖尿病复发就死了 然后去到2000年3月,这个人就上山执柴,这个感觉真的很大陆 为什么有个人上山斬柴这个人 他上山斬柴,谁知道他弄傷了腰 直到现在他还没康复,活在痛苦的折磨里面 去到2002年,已经隔了4年了 这个故事开始到这个点,已经过了4年 过了4年之后,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被车滚了 然后经过检查后,说他腰椎受伤,要住院7天 直到现在还没恢复正常 只要他稍微用力,他的腰就会痛 甚至乎有些时候,他长时间坐在那里,他的腰也会痛 正如圣经那样说,残忍的人就是会伤到自己 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严重 这个故事,他已经完了,这个故事 没有死到,这个人只会扭到腰 我坐在那里坐得久,我的腰也会痛 有没有搞错 这个是很严重的 这个就是本周鬼谷,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很失望 因为那个人都没有死到,根本上就是 这个就是今晚的鬼谷 好,那就讲一下我的近况先 那个 因为我家里,就是那个 我打机呢 就有一些的游戏机 同时我也都会用电脑来打机 但是呢,就是我 就是我的设计就是 就是我的PS5就是打到大电视那里 另外就是我也有一部电脑 就是不是我现在直播这一部 就是在书桌我工作的那一部 我另外还有一个电脑就是 就是插到大电视那里 其实我就是 当那部电脑好像 就是我当它是游戏机那样 因为我博它在大电视那里 就是这样 那么呢 我之前是用一张NVIDIA的GPU 但是呢 其实都已经隔了很久了 可能有半年了 可能 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我想应该有 起码四个月以上 就是差不多半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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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呢 因为那些NVIDIA 那些GPU 就是它有时出些新游戏 那你就要 要更新的 那它才能更新的 那它才能更新的 但是呢 就是在很多个月之前 就有一次呢 我更新的那张卡 的时候呢 就是更新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好像 那些手机 那样 就是 变了黑画面 那样 那呢 经过我很多的 就是搞了 搞了它很久 研究了很久 那我就发觉呢 就是我要 删除了 你看 所谓的 就是 新新新改造 那个 呢 裕 更新的问题,然后我逐个版本 反过来试试,最终试到有一个,这个我也搞了很久 我搞了之后 我本来是心存僥倖 想着它会不会是 坏,它现在坏了 新的更新有问题 但将来NVIDIA出了一些新的驾驶 它就会安装 我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它自然就好了 但是它一直都没有 它每一次有一个新的版本推出的时候,我都尝试去安装 然后每次都是黑画面 我搞了很久 然后我又联络NVIDIA,找他们的技术支援 然后它叫我做这样,试试那样,搞了很久 搞了我都已经不想再试了 试试叉弹 即是更新不了,就有它了 但是其实应该要更新的 因为有很多功能,更新了才能用得到 Anyway 过了差不多半年了 然后上个星期我才发觉 原来在网上 我搜索的那些 终于让我搜索到 原来是跟 电视有关 即是它这个特定的混合 就是它要NVIDIA的GPU 然后就配合 一个Sony的 电视 它就会有这个问题 Sony的电视也有很多人用的 所以其实都多人有这个问题 然后那些人就试到 要电视 不知道怎样 整来整去 这样就可以用得到 那我就跟它做 真的做到了 所以隔了半年以来 我终于 可以更新一下 我那张GPU 终于是做到了 但是它也不是完美 就是 那个电视是可以 功能得好一点的 但是现在就有一些限制 但是勉强我都可以用到 这样 那就算了 随便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等它将GPU坏了 就不要再买NVIDIA 我不知道 日后才算 冬仔 问我搬了新屋 新屋是怎样的 我对新屋 都相当满意 那个 它很暖 因为现在我住在那里 已经是凌下了 很多时候 室外的温度 它已经下雪了 它都已经 但是 我就 那个 但是 它 它这里是这样的 它的设计就是有一些电的暖炉 可以开的 但是 它除了一些电的暖炉之外 它也有 开GAS的 好像 烧柴 但是我想它是那个样子 它不是真的烧那条柴 因为那条柴 不会烧到 没有了 只是那个样子 但是它会喷火 是一个 我想是用天然气的炉 应该是 它 有两款 用电的 我就要付电费 但是用GAS的那些 我就 我就不用付的 就是 用阿公的 这样 我发觉 这家屋 它也挺暖的 我只是开GAS的那个炉 我都不需要开电的那个炉 就 已经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不需要付多些电费 冬天 所以 也挺好 不过我这些独栏 最重要是 有 网络 以及那部电视 放的那个位置 这两方面 我都觉得 挺好 所以我都觉得 OK 是吧 是吧 那就 看看 这个 就有一个 Bible Quiz 看看你能不能回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最近 在美国 北美 在北美 我想不只是北美 在很多地方都有 有个 有那些游戏节目 叫Jepardy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但是 简单来说 就好像 以前那些什么 百万富翁那些 就是 有个主持人问问题 然后 有些素人 有些人 就是 去参加 然后 总之 答到很多问题的人 就会 赢了很多钱 就是一些这样的 游戏节目 那那些 外国人 特别是 老坑 就很喜欢看的 哈哈哈 就是 在一些 很长寿的 游戏节目 那么 他在这个 节目里面 他就问很多 不同类型的问题 最近 他们就问了 有一条 问题 是与圣经有关的 然后他问完之后 就引起 很多人的 谈论 OK 那条问题 就是 这样的 看看 他怎么问呢 我找不回那个 文章 看看 应该有的 是Twitter 这个 让我展示 让我展示给你们看 是 这个 搜索 这个 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Pause letter to them is the new testament episode with the most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就是他说 保罗 就写了一封信 给这一班人 那就是 这个 保罗书信 就是 在 新约 圣经 的书信里面 有 最多 就是 就是引述 旧约 次数最多的 新约 书信 这样 那是 哪一个呢 OK 有人会回答 有人会回答这一题的问题 即是哪一个的保罗书信 是引用 那个 旧约 最多的 就说T Chen 他就回答是 那个 罗马书 OK 罗马书一次 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人猜其他 那 Past Crystal 就说有人会说 是 希伯来书 有没有其他 东仔 都是回答罗马书 这样 OK 有人就说Peter 林 什么是林 哥林多书信 哥林多前后书 他这一集的 Japati 有人回答罗马书 但是他那个正确答案 在这一集里面 就是说是那个希伯来书 OK 但是 就 然后 之后 因为他这些 这样的节目 他也有很多 的 粉丝 所以他 问那些 问题 以及 他那些 答案准不准确 有些人 他很关注 但是 但是 那个问题 很多人就立即指出 希伯来书 是 保罗书信 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问题是 哪一个 保罗书信 然后 他的答案 他的正确答案 就是 希伯来书 什么 保罗 什么希伯来书 是保罗书的吗 是吧 首先 可以看一下 希伯来书 他本身的内容 是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 首先 就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说 保罗书信 是吧 如果我们重温 那个 那个 内容是怎样说 先按大 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 神记在古时 值着众仙痴 多刺多方 这样晓语列组 接着密密密 这样 他这篇东西 他一开始 他没有说是谁写的 其实 其实他是 anonymous 他是anonymous 他本身 没有claim过 说是 保罗书信 他本身 OK 而事实上 很多的 学者 也不相信 希伯来书 是保罗 因为他里面那些的文字 各方面 是 不相似的 那些人看那个原文 看得多的时候 就会分得出 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OK 我只不过是可以 很 很 很主观 这么说 我 自己 那个的经验 是怎么样 其实在那个 圣经里面 就是 那些 他 都是希腊文 OK 就是 那个新药圣经 都是希腊文 但是那个希腊文 怎么 写法 其实是有 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感觉 有不同的程度 就是很多人 就是学那个希腊文的时候 就是他学了不久 其实是 已经是可以看 那些的 马可福音 是挺容易看的 又或者那个 约翰福音 很多人 就是其实 一开始学那个 希腊文的时候 他的目标 是懂得看 那个 那个 约翰福音 很多人是学一年 的 希腊文 就是你跟一个课程 你学一年 其实已经是可以看得完 所有的 就是那个 约翰福音 是可以从头到尾 看得完 如果你很记性 就是你有用功去背那些的生字的话 甚至乎不需要字典 你可以从头到尾都 看得完 就是你有目标去学 一年 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 不代表 你可以 看完其他东西 因为那些是比较容易 容易点看的 那些 传统 例如 如果看 卢家福音 看马太福音 那已经是难了 已经是 那么 保罗的风格 又有些不同 但是 保罗的那些 其实我觉得 都算是 容易看的 就是 我的希腊文 一般 但是 那天我都念得 看 就是看保罗的那些 是OK的 但是 我有试过 就是我看了一段时间 就是那些 保罗书信 就是这样 然后我试一下 去看那个希伯来书 我有觉得很不惯 我有觉得很不惯 就是 就是 看得很厉害 就是要整天 揭字典 那就是 这个不是很科学的 但是我的那种感觉就是 反映出来就是 他那些字眼用了很多 不同的 不是我看开的那些 就是变成了我整天要揭字典 我想可能 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整体来说 很多人 其实都不相信 就是很多的学者 不是很多人 很多学者 都不相信 那个希伯来书 是 保罗书信 除了 以前 我很小时候 上教会 那个 那个 我有一位 团契导师 他在 他那时候好像 在读 在读神学 然后他说自己在写识经书 他写很多 但是 我有看过 他说他自己在写的识经书 其实是好像 查经资料 那样 其实都是 流于 都是流于 主观 和 乱离 我觉得 我还很记得 那天 他说在写识经书 他说在写 希伯来书 识经书 然后 他说 其实他都 其实他都很肯定 谁是作者 其实都是那一两个 最有机会是 保罗 除了是他 就是这么说 但是整体来说 我都很少 很少听人说 就是说 那个 希伯来书 是 保罗 保罗书信 但是 为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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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出 这样的问题 那么 很多人就怀疑 就是因为 他就看了 King James 那个 他就拿了 King James 来到 看 那些 可能 他看了 那本是King James 就是那个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就是 如果你看那个 King James 他 叫过一些的 这个 就是例如 这个 就是我刚才 随便搜索 我刚才搜索 例如这个 他那个 在King James里面 他那个 他那个希伯来书 他不是就这样叫希伯来书 他叫做 他叫那个希伯来书 使徒保罗的书信 to thehebrews 这样 是这样 他是 他是 他是这样叫的 所以 就很多人 就 就 怀疑 就是他 就是出问题的那个人 就是他就 可能 就是 由小到大 都是看开King James 所以 他都 他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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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 不是这样 希伯来书是就这样 叫的希伯来书 他不是 什么 史图保罗的希伯来人书信 那个名字不是这样 他不知道那个是 是King James帮他安下去的名字 其实是 所以他可能就是 在他的认知里面是这样 然后他就拿了 来出这个 Jepardy的题目 这样 他就 是吧 OK 就是 刚才 有人答对的 那个 正确的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罗马书的 如果是 撇除了 那个 如果是正式来说 应该是罗马书的 应该 OK 那就是 东仔 和T Chen 他们的答案 是对的 Past Crystal 可能他也有看这些的新闻 所以他也有提 他就说有人会答是 希伯来书 是吧 OK 好 另外 有件事 很过瘾 我 又是share 那个browser 会好些 我早前 就是看那个 石安教会 就是他那个 网站 他在他的网站里面 就是他有几条 链 其中一件事就是 那个 梁日华牧师的一生 和 石安教会的事迹 他们就用一个网站 就弄了一个timeline 出来 他就由1949年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 就是 就是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梁日华牧师 他应该 他出了细了 他应该 应该没了 是吧 就是 例如这个 黄帝街变成 马头角十三阶的印证 他说近代的 马头角规划 隐藏了指向梁日华牧师 是神所揀选的 王者 信息 所以这个梁日华牧师 他是王者 然后 透过那个 马头角的 规划 就是一个隐藏的 寓言 这样 他有一个 这样的timeline 我就 看他这个timeline 我就看到 有一部分 我就 很不明白 就是 OK 他其中有一部分 他就是 都很仔细地 讲梁日华牧师他的感情生活 首先就是在 1982年的9月1号 日华牧师和玉珍思姆成为男女朋友 梁日华牧师和玉珍思姆 他们就开始来往书咸 从中印证 被臣带领 成为男女朋友 OK 那就是 然后 好像是84年 好像 84年 这里 85年 85年 那就是 1985年7月17号 OK 那就是 什么事呢 就是 梁日华牧师 和玉珍思姆的结婚纪念日 就加上 石安教会成立日 是吧 如果用2020年 2月2日做灾难 开始算起三年半 就是 1260日后 就是 2023年7月16日 那就随后 7月17日就是开始 高阳婚演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不要理 总之 他这一行 他就说 1985年7月17号 就是 牧师和 思姆的结婚纪念日 然后 然后呢 在这个 1985年 8月17号 就是 梁日华牧师 和玉珍思姆 结婚成为夫妻 OK 那就是 日华牧师 在1985年 9月 生日前 即是8月17日 就和玉珍思姆 按着神的带领 就是排除 种种困境和拦阻 结婚成为夫妻 并且一起同心建立 石安教会的奇妙事迹 我真的看不明白 为什么 他7月17日 OK 同年 这个 也是1985年 7月17日 他就和 牧师和思姆 结婚纪念日 他那天都没结婚 然后 他说 他说过了一个月之后 这个8月17号 就牧师和 司姆就结婚成为夫妻 你怎样啊 究竟是 其他东西我都不跟你计较 那些又很复杂 其他那些 你又拌了那些 语言 你又说到 就是 什么鬼 码头国 又 又启示录 又启示 有什么上帝古庙的 纪念碑文 你说得这么复杂 但是你想想 那些 我都不跟你计较 那些很复杂的东西 我看你最简单的那些 OK 你只是在说生日 结婚纪念日 那些 这样的东西 已经是 最简单的 已经是 完全不复杂的 你都搞到一旧 这样 你怎么在8月17号结婚成为夫妻 然后在你结婚之前的那个月 就是结婚纪念日 究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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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大哥 你有没有心整的 这些 究竟 你真是 恰到 真是 对吧 喂 你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都弄得这么弄,那你就复杂点那些 我怎样指引你去计算呢? 我真是不明白的 真是矮矮的 神经病 我看不明白,真是恕我愚昧 不如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再讲其他的新闻 现在先听首歌,先选一首唱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HoutinLive的直播节目 OK,还有两个新闻我想讲的 现在其中一个不是新的新闻 因为我有些印象 我以前也有cover过这个新闻 但是我想讲 这个题目就是 牧师邀请两名AV女 在教堂拍三批色情片 判处三年缓刑罚一千美元 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在美国有一个牧师 找了两名色情片女演员 在教堂的祭坛上 玩三批拍片 客坏一些路过的民众 这三个人因为威胁罪名被捕 那个大主教公开道歉 并愤怒表示将会消毁被窃毒的祭坛 这位前牧师近日出庭承认罪行 被判了缓刑三年 和一千元罚款 事件发生在2020年的9月 有这件事发生 被民众发现 看到他在祭坛上 和两个穿着性感内衣的女子拍三批片 当时还亮灯 脚架上还有手机 还有相机 看到那些人大吃一惊 然后是报警 有得看祭坛的样子 我先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 据说会被烧毁的祭坛 这就是那两位的女子 当年我都觉得其中一个好像挺好的 这个好像挺好的 这个好像挺好的 这个就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 OK 据那些报导 那两位的女子 其实是牧师的客人 兼且是朋友 那两个女子 就是说获得 许可 获得牧师的许可 在教堂里面 就是录制一些 Cosplay的影像 其中一位的女子 Mindy 平时 平日除了演出成人电影 都会受聘做施弱者 就是打人的那个 就是扎皮鞭的那个 就是担演那个角色 就是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结局 就是这个效果 也不算是很严重 就是得罪全能神 那些麻烦很多 麻烦很多 这里另外 就是有一个的新闻 就好像很麻烦 这个 我还不记得开Skype 让我开完 那 就 这个 搜索 这个要看照片 这个 这个新闻 这个题目很厉害 他说 Jesus could have been transgender claims Cambridge Dean ok 那就是说 在Cambridge 即是劍桥 的一个 Trinity College的院长 即是神学院院长 那 就是说 就是 耶稣 可能是一个 就是 Transgender 变性人 就是 但是 我觉得 他这个 题目 不是那么准确 他这个题目 不是那么准确 OK 究竟是 发生了 什么事 OK 首先 这件事 就是 当初 很多人 谈论的时候 就是说 在那个 那个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 Trinity College 他那里 就有一个 Junior Research Fellow 他就叫 Josua Heath 这个 研究 Fellow 他就在 Trinity College 那里 他们的 教堂仔 那里 就有一个 我相信 是类似 港道 那样 但是 那些 去听的人 就不是 学者 应该是 一般人 在那一晚的聚会 那里 他就 展示一些 一些画 即是 Renaissance 或者 中世纪 文艺 復兴 那些画 就是画过一些 和耶稣有关的画像 很多时候 钉十字架 或者是 刚刚在十字架 那里 拿 拿 他的 尸体 那些画像 好像刚才你看到的 那样 他 他 他 就说 例如 像这些 画像 那样 因为 在圣经那里 就是说 其中 有一个 的 罗马 那些 士兵 找东西 就是 他 那个 腊骨 那样 就是 摆到他的腊骨 那样 他就说 你看到很多这些画像 根据他的研究 就是说 很多时候 耶稣伤的位置 他说 就是 跟 女性 陰道 有 相似的地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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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肋骨 那个位置 就是 就是 开了一些东西 然后 有些血在那里流出来 就是 他说 这样的 image 就是 这样的 look OK 就是 在说 就是 耶稣的身上 有一个 女性的 陰道 OK 就是 你们不要这样 就是 这是一个 认真的 研究 到底 都 劍橋 OK 所以 就是说 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 他 就是 他是一个 男性 OK 有素 但是 同时 也有 女性的圣证 就是 在他的 身上 就是 你可以 看到 OK 就是 我 我没有他很仔细地 去 research 他说了些 什么 OK 因为我刚才看到 这个 我刚才很快看 他这个 新闻 是说什么 OK 我想他那晚大概是说了 这些 但是 因为那些报道 他很多时候 他不是 他 他 他最关心 就是 是 他 他的 talk 里面最 刺激的一部分 以及 他 当晚 那些 参与 那些人 很大的反应 就是 他说 有一些 回众 那晚听完之后 他走的时候 在那里哭 他说 有人在那里大喊 就是 他说 他是 二端 OK 我 我 不会 看少 那些 我 不会 看少 那些 学者 我觉得 是 我相信 我 我没有 细心看 他说 那些 但是 但是 我相信 他说 我可能是错 但是 我相信 他说 就是 在那些 他不是在说 Historical Jesus 的问题 我相信 他不是在说 耶稣本身 是一个变性人 他不是在说 他应该是在说 例如在中世纪 或者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那些人 如何想象 耶稣 然后 在他们的 画中 表达 我相信 他是这样 因为 如果他说 Historical Jesus 他说 耶稣本身 是一个变性人 那不是 太过分了 是吧 是吧 他说 那些 画家 可能 我怀疑 是这样 但是 我会进一步去 查一下 究竟他那晚 是在说 那些什么 因为 如果他真的 怀疑 耶稣是这样 那就真的太刺善了 OK 那我真的要 另外再录 一条片 去评论 我相信他不是这样说 但是在那些 在那些 报章的报道 就说到 好像他是这样说 但是 我自己 目前 我是不相信 他是这样说 其实 OK 是吧 我想 不是 没那么瘫 我猜没那么瘫 是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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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 他那些 在场参与的 那些 他不是 他不是 他那些 不是学者 而且 他 未必 懂得分 你说 耶稣就是 耶稣 什么叫 Historical Jesus 他不理 那个画像 耶稣 他 他不会 这样分 那些人 有很大反应 但是 我对于 那个人 他当晚 说了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 可惜 我没有更早 看到这个 新闻 这个也挺新的 一个星期 这个新闻 我也是刚才才看到 我觉得 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他就算是 那些画家 如果只是看 画 然后他就得出 这个结论 其实都 都相当 穿着附会 其实是 我觉得 如果他有文字 或者一些 的书信 我的意思是 除了 就这样看 他的画 那个 伤口 望落 像 女性阴导 那 所有 所有的 伤口 你都可以说 似的 那不只是 耶稣的伤口 这个世界 有很多画 他都画 一些伤口 每个伤口 都是一个阴导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 我觉得 这样 不是充分的理由 即使是这样说 我也觉得 他说得不好 但是 我相信 他不是说得 这么离谱 我猜 是不是 我猜 OK Alright 好了 那 就 说完了 这个 我也很有兴趣 看看 他究竟是什么 OK 那 就 今晚的 节目时间 就 来到这里 那 就 刚好 一个小时 熬到一个小时 成功 OK 听多一首歌 今晚就是 这么多